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4日,星期二,我是邀正文 我是蔣春杰,欢迎收看ViuTV和NowTV联播的新闻节目 Now早晨 港股在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一线股份和世界股表现继续分化 恒指就靠云收市 大家都要留意着,港美的套息活动不断增加 港股会持续弱势 会不会为后市增贴一些分明网因素呢 接着我们交给天文台科学主任和我们讲一下天气 先看财经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 只得半日市 收市个别发展 其中道瓶斯指数收市升超过100点 并且创新高 主要受到能源和金融股做好带动 有报道指 苹果公司的新一款智能手机 有可能利用面部素描技术解锁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指 苹果公司正测试一套改进版的手机保安系统 令到用户可以透过面部素描进行手机登入 支付认证和启动保安应用程式等等操作 这项技术主要是透过一粒新的3D感应器 而这项技术仍然是开发中 有消息人士就说 苹果同时正测试眼睛素描技术 以加强保安系统 报道说这项功能的焦点 在于感应器的速度和准确度 要求做到即使手机摆在桌面仍然可以运作 而不是靠近面部才可以启动 由于功能仍然是测试阶段 也有机会不会在新设备上出现 消息又说 苹果利用面部素描的初冲 是要取代目前使用的指纹素描 在测试中发现 面部素描比指纹素描 再入更多数据 系统更加安全 稍后继续拉早晨 德国呼吁中国政府 容许幻想末期肝癌 目前保外就医的刘晓波 和太太刘霞去到海外接受治疗 德国政府发言人说 对中国容许刘晓波保外就医表示欢迎 并且注意到刘晓波夫妇 希望去到海外就医的报道 发言人指 德国认为应该为有关问题 提供符合人道主义的解决办法 沈阳市司法局较早前 再通报刘晓波的治疗情况 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及时成立了专家小组 对刘晓波进行精心治疗 而经国家属同意 刘晓波接受了抗肿瘤等等治疗 并且已经应用国际最先进的药物 无奈之前 亦都邀请国内外专家会诊 正为刘晓波进行中医条理 并且已经向四名家属通报病情 他们对远方的治疗工作感到满意 并且表示感谢 回来新闻时间 港珠澳大桥3月造成两舍的工业意外 路政署独立调查专责小组完成调查 会将报告转交执法部门跟进 要要求涉事承建商和顾问公司 改善工地安全措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